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彌陀佛 请放掌 我们大家有缘 到我们华藏敬忠学会 来在一起工作学习 这个都是很难得的缘分 那么这个因缘 我们主要的核心 也就是说 我们是跟着我们 敬忠学会导师 上进下空老儿上 他教学的理念 指导我们修学的这些经论 传统文化 这些学习的 方向 我们就是来学习这个 佛法 学习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 大家在一起 最主要一个核心的 所以过去 也常常跟大家说过 我们 不是一个工人而已 好像说我去打工赚几个钱来过日子 那现在呢 这个全世界很多人 他是这样的心态在过日子 所以他并没有 发心要学习圣教 学习这些圣贤佛菩萨的教育 没有发这个心 那没有发这个心 来到我们这个学会工作 那只是个工人 就是我来给你打工 赚一点钱 过过日子 那这样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是在讲 你觉得这样的 意义跟价值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 必须要去 能够认识的 了解清楚的 当然人生 现在大家最注重的就是赚钱 我也希望将来我很有钱 我大富大贵 如果好的机会 我当然会去 寻找我这个 更好的未来 赚更多的钱 过更好的日子 一般人 活在这个世间 主要还是 都是这个为主要的 但是 我们听秦书之药 蔡老师讲 赚钱干什么 享受 吃喝玩乐 过去还有外国人讲 赚钱干什么 我们去钓鱼 可以去钓鱼 那个钓鱼没钱 也可以去钓 所以 就是把西方国家那种 赚钱 追求物质享受的 作为我们人生的 主要价值观 这样的人生 其实就是 很没有意义 很没有意义 如果追求到这个物质 享受 也是 麻痹自己 自己一直 这种精神 道德 一直在堕落 一直在堕落 堕落到最后 以佛法讲到三个道去 你说它那个价值在哪里 所以我 常常看到一些网络的 过去的一些 很有名的影星 歌星 他们正在名利 双收巅峰的时候 你看它多享受 在香港买那种 别墅大概 一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但是最后下场怎么样 有的自杀的 有的家庭破裂的 有的早死的 有的死在自己家里 没人知道的 很多 那他 人生价值是什么 名跟利 那名利他得到了 他很快乐吗 如果他很快乐 他为什么会去自杀 为什么下场不好 这个就是 人生观的 这个人生的价值观 大家要去思考 思考清楚 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 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 实在讲 我们有缘遇到佛法 遇到成龙法 才是人生 最高的价值 我们敬老和尚 常常讲 介绍他学佛的是 台大哲学教授 方东美教授 方东美教授 给他介绍佛法 当时没有信佛 他只是想学直学 方教授给他讲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他是被这句话打动 来接触佛教 如果他没有遇到方教授 方教授没有给他介绍佛法 可能他这辈子 不会来接触佛法 那不会接触佛法 那肯定的 他也不可能改造命运 那算命先生算他 他们三个借兄弟 四十五岁就要死了 贫穷 没有地位 又短命 老上四十五岁那一年 我已经在听他讲经了 这个过去常常跟大家提起 那你看这个一个阴廉 那么这个阴廉 我们回归到感力篇 一句话 这个 清曼师长 这个 对师长的一个 他的指导 那么你接不接受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很好的老师他给你指导 学生他也要能理解 他也要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 再好的老师 佛来都帮不上忙 所以他为什么能接受方教授 他原来是 从小学老师 在大陆 那个小学老师都 灌输他们的观念 佛教是明信 低级宗教 那么从小先入为主 灌输这种观念 他怎么可能会想去接触 那就是排斥 那为什么方教授 给他这么一讲 他就接受 没有别的 一个恭敬心 就是对老师一个恭敬心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他如果不尊重他的老师 不尊师 他怎么会接受 那不可能接受 后来没多久 遇到张家大师 他也是接受 一教奉行 到台中学习十年的经教 他也是依照老师指导 李老师给他讲 没有经过他同意 书不能看 其他法师大的奖金 都不准听 他也接受 他为什么能接受 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接受 因为个人的言不一样 他对这个老师 他有恭敬心 他有尊重心 所以老师讲的 他可以接受 那么这个是他一生改造命运的一个机缘跟关键 所以 印光主持常讲 佛法在恭敬中求 一分恭敬得一分力 十分恭敬得十分力 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再好的老师来活菩萨来都不行 那我们现在看到学校的学生对老师有恭敬 没有 所以早在六十年前 方教授 我们敬老上要跟他学哲学 他说你不要到学校 那时候大学还 那比现在好 不晓得多少倍 那个时候都不行了 所以真正善知识 他知道你真肯学 他就真教你 所以就叫他不要到学校 他以为老师不要教他 后来老师跟他讲 严肃跟他讲 你去学校学不到东西 你会碰到很多教授 这个给你讲 听到最后你头脑一团乱 你到底该听谁的 无所事从 所以一个星期 星期天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到他家小课店 单独授课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 他很尊重老师 老师也特别来帮助他 这个是互相的 如果他老师讲的 他不能接受 你去要求学生 他也不会接受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要尊重师长 这个是心态上的一个关键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 所以 这个 我们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也讲 他说 他也没有说百分之百 但是总是有 很大的比例尊重 因为我们讲的这几个 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很难接受的 他能接受 所以听师长的话 这个也是我们修学成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我们就讲一个现实一点的改造命运 你要接受指导 所以我自己也常常 回想我自己 我说这一生 如果没有遇到牢上 听到这个经 我父亲过世了 四十九天之内 我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做义工 那时候牢上请我出家 他请我出家 他说 你出家 你也没有成家 你出家将来 弘法立身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父亲 比你去打水路法 为功德还大 当时日常法师也欠 简红文集师也欠 当时我如果不接受 我自己想一想 可能现在没有活在这个世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劣根性很重 不要说别的 听经听了十五年 学佛也学了二十年 没办法吃素 我常常跟大家讲 前一天晚上 我想明天 要出家没得吃 那一天晚上 还跑去那个 那个 吃分那个店里面 去大吃一餐 最后一餐 你想想 这个嘴多惨 从小跟我父亲杀身吃肉 吃成习惯 我大哥跟我弟弟 他们这一方面习气比我好 他们在家吃素 我就做不到 当时我如果没有听师父的 劝导 没有接受他的劝导 那个一年过了 可能我现在 大概 那个骨灰 不晓得跑到哪里去 不可能站在这里 跟他在讲话 所以我一直常常想 我们师父常讲 不听老人连吃亏在眼前 真的我是越想 越实在 的确 所以 我现在自己也是老人 所以我也是把自己的一点经验 跟大家分享 希望 对大家 我们在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各方面 有所提升 那物质生活不是说很有钱 很有钱 你那个享受 叫物质生活的享受吗 不见得 我举出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 如果你自己家里很有钱 你那个房间里面乱七八糟的 我就看到有一个同修 我不要讲谁 讲了就很不好意思 很有钱 我曾经去看过他住的房间 这里丢一件 那里丢一件 一个挂在那个门 好像被抢劫 很有钱 他住那样的环境 这样的生活 叫享受吗 还是在招他自己 那什么叫享受 你没有钱 但是我整理得干干净净 我住起来 身心健康 舒服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什么叫物质享受 不是吃喝玩乐 那叫享受 那个都是在受罪 所以大家要懂得 我们怎么过日子 富贵在天 人知足常乐 不要 你看孔子讲 富贵以我如福云 他不追求那个富贵 他过得很充实 很自在的 我们要追求这样的人生 不是看到花花是 人家那个很有钱的 不是那个 那个不是真正的人生的享受 那是受罪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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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